全國參議院通過議案 PPP貸款發揮更彈性 聯邦參議院週三以口頭表決方式 通過容許小商業更有彈性處理聯邦政府的貸款 一些款項來自保障薪酬計劃PPP 由政府貸款給小商業度過疫情欄杆 民主黨原本建議在參院以全體支持方式通過議案 但是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參議員Ron Johnson反對 結果要轉為口頭表決 Johnson反對一致通過的原因是 希望議案日後仍可以修改 他主張提早結束PPP計劃 現在議案是否可以盡快落實就要看特朗普總統的態度 聯邦眾議院上週以417對1票幾乎全票通過一條議案 民主黨參議院領袖Chart Schumer表示 他們策動一致通過的原因是 避免一旦要修訂議案就要發回兩院各自審議 造成研誤 議行議案對PPP作出幾項修改 原理的條款是要將貸款最少撥75%作為員工薪酬 新議案就將最低比例改為6成 議案也將貸款的使用期由2個月增加到6個月 議案也將請員工的期限延長到6月30日 又將償還貸款日期押後 又容許獲得免還款的公司 然後繳交新金稅 國會最初發出3,500億資助PPP小商業貸款計劃 但很快就全部借出 之後有投訴稱銀行的一大客加快獲批 於是議員通過再投入3,100億 當中600億是指定要借給小商戶 天下卫士記者能力流報到 最後一個告知製景的方式 古代表中 毫無法保留 感谢观看